隋唐实话,修长城的阳广调死江都,拒绝修长城李世民活捉突厥可汗。 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事,英雄百事梦,陈州策畔,清翻过并树前头万木春这首诗的,作者是清朝大名鼎鼎的名臣张庭玉长城,一直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市中。 华民族的象征在这种背景之下张庭玉写着首诗,在当时可莫少来秀才文人们的骂王某不才,虚度光阴三十七代虽武张恒臣之文采本事却也对张恒臣的观点颇为赞同。 今天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写一篇贴文来附和张恒臣的观点,张庭玉去资质通界,记载隋名扬,帝阳广大业初年,一边花重金犒赏突厥启明克汗一边,蒸发大隋民夫数百万之众,修建长城大隋,名教。 赫入壁的人对于修长城的做法是不,赞同的他说了一句,修长城非当务之急,因此惹怒了隋名帝阳广。 被处以急刑隋名帝耗费国力修建长城结果,并没有什么用处反而成了大隋朝的崔宁夫突厥在隋名帝一朝隔三差五的侵袭隋朝,到了大业末年的时候突厥支持刘吾舟, 斗建德、李渊等各剧势力对抗隋朝大隋朝在内忧外宽之下土崩瓦解隋名帝也落得掉, 死江都的下场斗建德到了唐朝开国之后突厥支持的刘吾舟、刘黑榻等各剧势力。 魏水之盟以后李世民一直历经图治,突厥却一直不让大唐好过突厥一方面, 拿着大唐的金银财博,一方面支持对抗大唐的各剧军发粮食都另一方面还理。 杨广的孙子杨正道,为隋王招揽隋朝以老以少, 企图进攻大唐突厥的协力可,和一只对大唐虎视眈眈, 大唐的朝臣们纷纷建议,征发民夫修建长城派遣军队驻守城堡, 以此来防范突厥入侵,此时点出唐使语, 严臣请修驻古长城,发民术宝祖厄寇封, 阳正道大臣们纷纷要求征发民夫修, 复古长城李世民要是听了大臣们建议, 那就得征发数以百万计民夫就得好, 费天量的钱粮大唐的国力就会伤筋动骨, 当时的大唐帝国正式成立乱之后, 国家百废待兴李世民为了发展国力, 一直实行清摇博弈政策李世民这么做的目的, 非常明确就是让百姓修养生息, 他不想劳师动动修长城就否决, 那大臣们修长城的建议他对大臣们说, 夫爵灾与乡仍协力不惧反增暴虐骨肉相供, 自取拜王镇方玉宇宫等, 扫兴沙漠何须劳动人民远修宝塞姑, 长城李世民拒修长城的事情发生在真冠二年, 他的话说得非常霸气他的意思, 与其蒸八民夫耗费钱粮耗损国力去修长城, 不如把民夫蒸发起来打突厥, 不如把修长城的钱粮用来打协力李世民事迁, 古一帝他半事一向雷厉风行, 绝不拖泥带水, 他说要打突厥大唐朝廷, 官民军队就围绕着讨伐突厥积极行动起来, 大唐的府兵们积极开张训练打, 唐的民夫们纷纷把军用物资运往边界地区,